世界先進州市舉行法說會 公佈財報並提出第四季展望 總公司第三季的實際消貨收入 達到新台幣65億5千1百萬元 那我經歷的來自 達到13億1千2百萬元 每股營養為新台幣 贏得殺人 那麼第三季 季末 全公司的總資產來到327億2千9百萬元 第三季獲利季減13.5% 主要是因為業外提列匯兌損失 展望第四季營運 預估合併營收將介於 63.5到66.5億元之間 季減3.22%到季增1.44%之間 最近美國大選 帶進來的這個不確定性 當然它隱身的就是會不會有保護主義的抬頭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 如果這個能夠排除掉的話 應該是明年這個全球應該是一個 整體環境應該是比較好的 那麼對半導體的成長來講 應該也是比較有把握 看來世界先進勞董怕川普當選喔 配合客戶需求 世界先進也把今年資本支出 從18億下修至16億 動新聞綜合報導